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介紹了金鋒科技 風力設備 新製造風力設備 風力白電設備 為什麼要介紹它呢 因為醜勢上可以的 你看到這個 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像什麼呢 如果有看我節目的朋友 都相信弱就知道是什麼 開鼓吧 沒有這麼賣關子 左肩 頭 頭 雙頭 右肩 雙頭腹式 頭肩底 這個叫做 名字挺厲害的 無論如何 就是一個 收集的狀況 抽穿了 這一棵抽穿了 成交配合 你看回教科書 講頭肩底 這些 就叫做 教科書式 雙頭 腹式頭肩底 抽穿頸線 成交配合 一支大陰竹 抽穿 不過抽穿之後 就升了幾天之後 有些市場 開始不太觸碰 就沒整下來 現在好在什麼呢 他考驗頭肩底 頸線 的時候 就看到今天 逼近頭肩底頸線 一支大陰端 看見低位 15.74元 但是 看見了之後 立即有承接 就反過來 全日只是 輕輕 跌了四個線 走勢 比市場 略好 因為市跌成1% 又多 逼近頸線 以至 前浪頂的支持 就有承接了 所以走勢是偏靚的 這類股份 這陣子走勢都比較不錯 整個板塊走勢都算不錯 不過今天 當然了 今天什麼鬼都跌了 很多板塊都跌 今天連電力股都不能行面 所以他跟電力相關 電力設備 都有點回軟 都算正常 跟著板塊下去 至於他不跌穿 這段時間很明顯 就是做了一個整固 就是小型的密集區 密集區之後 一夜抽穿密集區 再穿頸線 所以這個密集區 即是十三個 四十四個九 是有一個一定支持在這裡 後市不穿這個區 向上 仍然有向上 反復向上的可能性 所以這就是今天 就告訴大家 大家留意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覺得值不值得 留意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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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